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结果 但是这两年对于特朗普总统的折腾也是很厉害的 怎么有那么多人怀疑特朗普是拿了普京的钱呀 而且大家知道吗 不但是美国政界对通俄很敏感 欧洲政界对通俄也很敏感 去年有个节目我们还聊过 说这个荷兰外长准备访问俄罗斯之前 他很尴尬的向新闻界承认一个错误 什么呢 这位荷兰外长当年在翘牌任高管的时候 有一次拜访了莫斯科 所以自从那次拜访之后 他就经常在多个场合跟别人讲 说你们知道吗 我去莫斯科之后 跟我们几个大老板去了普京的别处 在那里我听到普京高谈破论 说他不满足于只当俄罗斯的总统 在他有生之年要恢复苏联原来的疆域 把苏联周边什么波罗的海也好 乌克兰 哥鲁基亚 中亚五国 全都纳回到大俄罗斯的版图之中 所以他认为普京这个人是很有野心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各种场合 讲述他是如何亲耳听到普京描述他的大俄罗斯的想法的 结果到他当了外长准备到俄罗斯访问的时候 人家有的记者真是有鼻子有眼问的 到底你听没听过 他就把人怂了 说我当时真的不是亲耳听到的 我是听到另一个朋友转述的 大家看到了吧 就连荷兰的政治人物 外交部长都是如此妖魔化的 明明是道听途说 非要说是自己亲耳所听亲眼所见 同样是荷兰就在最近这段时间 欧洲议会不是要选举了吗 一道选举计各种党派是互相攻击的 荷兰这个自民党就跟老百姓喊话 说你们千万不要投我们那个对手 你投了我们那个对手 你就等于投了普京 投了俄罗斯 我们那个对手就会把荷兰完整的送给俄罗斯 甚至为了夸张 他们还配发了图片 说他们的对手鲍德特民主党的党首 已经爱上普京了 我们还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图片做的有多么搞笑 只是荷兰这么做吗 当然不是了 大家记得吧 刚刚结束没多久的这个乌克兰选举 乌克兰前总统 现在可以叫前总统了 波罗申科 他是怎么打他的竞选广告的 他在乌克兰的很多大街小巷 打出他的巨幅广告 广告的内容就是 你是选波罗申科还是选普京 你如果选了我的对手 选了别的候选人 比如说这个寂寞申科也好 或者说那个喜极远言 泽利斯基也好 你等于就是选了普京 也就是说 欧洲多个国家在竞选的时候 攻击对手亲俄通俄 攻击对手是普京的人 是一个惯常的做法 甚至这两天 奥地利的副总理辞职了 听说还有千年几个政府的部长 原因还是通俄 有人录到了一段录像 说这个奥地利副总理呢 跟一个俄罗斯的女寡头见面 还夸夸其谈 说是要拿俄罗斯的资金 帮他选举 这真是天下无人不通俄 俄罗斯有这么强大的实力吗 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 英国情报部门 在去年发布的一个报告 人家说 俄罗斯派了七万个间谍 在伦敦活动 七万人啊 多么大的一个数字 我都怀疑 俄罗斯要真有能力派 七万个间谍去伦敦 俄罗斯军费还够不够花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